回到国际线出发 我们最近又来关心的是汇率 尤其最近关心日元大扁的同时 到底整体的国家经济怎么走 还有未来跟其他货币的比较 会不会影响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总体经济学家吴嘉龙 老师你好 智琳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先来看到我们讲的日元 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在过去的一两年 到日本旅游的时候都非常开心 因为货币大扁的同时觉得 买东西相对便宜许多 但是这个整体的效应 可能还要从贸易还有出口来观察 先来看到日元大跳水 这个4月底又出现了 日元兑换美元160.17的价位 这是19904月28号以来的低点 而且盘中也扁破了160的大关 创下了34年来的新低点 而事实上呢 急扁之后就有人出手 让他急拉 急升到了154.54 到底是不是日本当局出手干预呢 目前呢 日本当局并没有正面的回应 但是路透社也观察到 有可能是日本的央行动用了5.5兆元 来支撑日元的汇价 而4月29隔了两天到5月1号 大家又关心起这个纽约的尾盘 突然急升超过3% 这一路急拉的同时 短短一个小时之内到153.043 但没有想到最后又来到贬值的价位 155.79 所以市场也揣测说 是不是日本趁着联准会 当时有一些决策的利率概定 所以二度的进场希望呢 祖升日元吗 但是呢 祖升跟祖升不管如何 但是很多人都在观察的是联准会 接下来的动作 因为呢 联准会 曝尔最新的谈话说 要排除升息的可能 主要是因为目前美国经济呢 在百分之二通膨 可能没有办法 如预期的控制之下 目前利率会维持5.25到5.5%之间 通货膨胀仍然高于预期 所以下一次的政策是利率变动 不太可能会去升息 那现在如果真的要降息 应该还会比预期的时间还要晚 老师我们来观察一下 其实日元最近呢 这个波动很大 那也有很多人觉得说 这一路看好的同时也觉得 哇 最近好像背后有一只 看不见隐形的手正在操作 目前为止您观察日本的央行 是不是呢 真的有想要助身的动力 但是大环境似乎跟美国 还有整体的经济政策不太允许 日元的汇率贬值让很多这个观光客 从台湾想到去日本的 都觉得日元的便宜 让他们买一起东西来 很容易出手 很开心 那是这样子 日本央行的观察是这样子 日本已经摆脱通货紧缩时代 因为过去从90年代泡沫破掉以后 日本陷入通货紧缩 那通货紧缩的情况下 用零利率跟量化宽松来应对 来抵消嘛 这样合理 可是到现在的话 日本的通货膨胀率已经回来 所以坦白讲 日本已经结束通货紧缩 应该要开始展开叫做 货币政策正常化 或者简称金融正常化 那结果呢 日本央行把日本的通膨率 解释为输入型通膨 就是说因为是输入型通膨 不是日本内需撑起来的通膨 是外币进来太多了 就是你进口东西贵了 变贵了 输入型通膨 那么输入型通膨以后 他觉得这个时候升息 可能对于日本国内的景气 可能不利 内需不容易拉起来 所以他在等内需拉起来以后 再来升息 再来正常化会比较好一点 那么这个内需怎么看呢 看一个指标 就是日本的平均的薪资增长率 如果日本的薪资增长调高的话 那么员工劳工这边 他的购买率上升 然后企业这边的成本也上升 这样的话 日本的通膨就变成是 内部因素来推动 不是外部因素来推动 他在等这个信号 结果呢 最近的一次劳资谈判 听说大企业之间 平均的薪资增长率 是达到百分之五点二八 那这样的话是比通膨率高 问题是据说有七成的企业 大概还不会用到这样的一个增长率 所以说大企业之间开始有调高工资的 这个动作是这样来 那这是一个好的方向 那么日本央行就都期待这个工资 日本工资能够拉上来 那么这里面先分析一点 就是这里面可能会陷入一个陷阱 就是日本央行没有正常化 原因是因为通膨是输入型 可是他没有正常化的结果 日元就贬值 日元贬值的话 东西进来就进口的东西会变贵 进口的东西变贵 你央行又不敢正常化 就变成一个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一个陷阱掉到这个陷阱里面 就是贬值的这个陷阱 然后你会发现 这样看下来的话 贬值好像不知道到什么时候 所以到最后像这种陷阱的话 是一个均衡状态 从经济理论上来讲的话 你要摆脱这个均衡状态 需要大动作 直接把整个体系拉出来 就是你开始正常化日元升值 日元升值的话 进口的东西就没那么贵 进口的东西没那么贵 日本的购买力还会回来 因为升值 日元的购买力还会回来 那整个会翻转 那这个就看日元什么时候觉得说 再这样陷下去不是办法 必须破釜沉舟 这样把整个体系 这样从那个陷阱里面拉出来 那么现在看起来 费率的前景 有一个问题就是 乐前猜测日元还会贬值 他就进来 他进来的时候 再做一件事情 测试央行的防守底线 比如说我现在152你守不守 不守 155你守不守 不守 158你守不守 他不断的逼近央行的底线 逼央行现行 那央行忍不住了出来防守 他就看看你的防守决心 防守的力道如何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汇率本身是央行 跟炒家之间的一个博弈 那么这个时候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原本是这样 日元有升值贬值 两种力量在平衡 升值的力量就是我刚刚讲 因为期待将来货币政策正常化 这个对日元是升值 那贬值的部分来自哪里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 来自美国 因为美元走强 所有非美货币 包括日元 也包括台币 韩元人民币 亚洲货币都会相对于美元贬值 这样子 所以日元有一个升值的力量 跟贬值的力量 两股力量在平衡 汇率之前就出现一个平衡状态 然后现在大家发现 原来货币政策的正常化 是温和渐进的调整变成不痛不痒 他没有用大动作来撞击金融市场的预期 预期心里没有被改变 那政策就不会产生效果 所以日本央行现在的那个调整 说结束负利率 是从本来是负0.1%变成正的0.1% 这样加起来的话 差距也不够0.2% 一码是多少呢 他现在的调整利率连一码都不大 然后他还说要保持金融宽松环境 用我们的话来比喻 给人家跨怕卡手 被人家看破手脚 是还有另外一个观察点 我也想请到老师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货币贬值 其实对日本很多的 不管是大企业来说 是有利于出口的 所以变成说亚洲的其他国家 相对来说压力就很大 因为过去就听到台中很多工具机的 这些大佬在抱怨说现在这日元贬值到现在 如果还要出口机具到机台 到德国的时候 人家就会选择这个货币 比较有利的一方 所以相对挤压到了台湾很多的厂商 所以接下来不管是台湾 或者是南韩我们也来观察 因为制造业毕竟大环境不景气的影响 活动都是相对萎缩的 所以接下来的日元贬值 会不会推升其他国家的亚币进贬 包含了目前虽然我们觉得台币 相对好像比较强势 但是如果跟韩环 还有包含了日元 未来都会有一些半导体的竞争压力 你怎么来观察亚币的竞贬 亚币一定会竞贬 这不用问会不会 是一定发生 如果不用发生的 没有发生日元会贬值到你发生为止 所以现在是这样子 因为汇率的贬值 传递到贸易以及资金移动 资金移动是资本账 贸易这边是经常这样两种 那么日本的确会喜欢用贬值来刺激景气 帮助他做出口等等 但是代价当然就是进口不利 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 那日本必须进口很多原材料 能源 还有一些设备等等 然后他制造以后出口 然后另外他也希望吸收到 观光旅游服务进来 很多外国人到日本消费 那所以提振日本的景气这样子 那问题是这样子 就像你刚刚提到 如果日元贬值的话 他会带动台币韩币 可能还有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货币 会跟着贬 因为这些全部是出口导向经济体 所以他们都要面对 那个所谓出口竞争力的问题 那所以日元如果贬值的话 台币会跟着贬 台币跟着贬 韩元就跟着贬 然后东南亚货币也会跟着贬 最后的关键在人民币 就是说日元贬值以后 那么人民币面对亚洲货币的 跟进贬值之后 那是要采取什么立场 如果人民币分成跟着贬 跟不跟着贬两个情况 如果不跟着贬 那么出口竞争力 会被东南亚国家 那个削弱一部分 会影响到它的出口 然后如果跟着贬 那么中国有一个特殊的问题 就是资金外流 就是原来中国吸收到大量的外来资金进来 从制造业的资本到金融业的资本 都有两种不同的资本概念 然后现在如果中国人民币要贬值的话 那这些进来的资金更是要赶快撤离 这个会造成大量资金外流 那资金外流会怎样呢 资金外流它虽然有资本管制 中国有资本管制 但是资金外流的结果会挤压到 中国人民银行的外汇储备 然后中国人民银行就开始研究说 我要不要防守费率 就是让人民币不要大幅贬值 那防守的话就要抛出外汇 来应付市场的需求 如果它外汇不够的话 它可能就放弃汇率的防守 改成守外汇储备 就是要守住外汇储备 不拿出来抛售 因为汇率如果守不住的话 你拿出来抛售叫做浪费 浪费那个外汇储备 所以到最后中国人民银行 就会被市场来挤压测试 说你到底怎么玩 用我们的话来讲 说要赢不赢 你玩不玩 这一局你玩不玩 所以日元的问题 其实要带动亚洲货币的跟进贬值 最后是要逼人民币表态 你跟不跟 那么这个问题有点选拟 就是4月上旬的时候 美国 日本 韩国三方面 开了一个货币会议 就是汇率的会议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就是他们在沙盘推演什么东西 第一个 如果西太平洋这里爆发战争 或者军事冲突 你觉得日本跟韩国的汇率会怎样 这第一个想象 第二个 如果中国那边出现经济的恶化 汇率如果突然跳水 大幅度贬值的话 那么日本韩国怎么应对 说不定他们的沙盘推演 是在考虑一些 比较极端的情况 看看三国之间如何协调 所以人家会在4月上旬的时候 开一个汇率的会议 你想想看 然后开完会议之后 日元贬 你可以想象 这里面不是一个单纯的金融的逻辑 这里面可能还有大国博弈 地缘政治的逻辑在里面 所以我们估计亚洲货币 非常可能会出现竞争性贬值 然后这些贬值的重点在于观察 人民币如何应对接招 是这样子 非常感谢总体经济学家 吴嘉隆老师精辟的解析 更多讯息请锁定 我们稍后回来 谢谢大家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